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许多人为了能够在路上保护自己 都会带上轻便的GoPro随时记录出门发生的每一时刻 或是以往下的俯瞰视角捕捉所画面的空拍机来记录一切 今天我们要来看五个GoPro和空拍机拍到的恐怖画面 有时候高空飞行的空拍机能够捕捉出一种恐惧的视角 那种视角是在水中或是地面上都拍不出来的 一位男子在一个早晨使用空拍机拍摄佛罗里达舟海洋上冲浪的人们 那时男子使用远端萤幕看画面时 发现一些怪异的阴影 冲浪者周围竟然充满致命的鲨鱼 但是这名在拍摄的男子离冲浪者地区超过一英里 他没有办法立即警告他们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与鲨鱼一起游泳 更惊恐的是 还有一名冲浪者实际上刚好落在鲨鱼的上方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板子下的恐怖生物 幸运的是那些鲨鱼那天刚好没有那么饥饿 所以没有人员受伤 第四 空拍到的灵异现象 在阿拉巴马一位男子Chris 自己一个人在一个荒废的停车场 飞他的空拍机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 但是当他看他的空拍机画面时 他看到一个怪的影子 站在靠近他后面很近的建筑物旁 然后影子一下一秒就像是消失在空中一样 拍摄的男子表示自己非常确定当时那里是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他也很惊讶会拍到这样的画面 第三 惊悚隧道 YouTube频道StreetZips 决定拿着GoPro放在额头上 到一个又长又蜿蜒的地下隧道探险 而最可怕的是他独自一个人到这个永无自禁的隧道里探险 GoPro的画面看起来像是游戏中第一人称角度 走进一个无知的恐怖游戏里一样 他就这样背着背包一直走下去 就当他走到一段路后 他开始听到怪异的声音 于是拿起背上的武器 在远方可以听见类似铁器拖着地板轴的声音 但是他的手电筒已经快没电了 紧张让他恐慌发作开始奔跑 他还说他其实在那里面有看到有大型的黑影晃过 这会是灵异现象呢 还是里面有不知名的生物住在里面 准备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二 脚踏车上的事物 一位网友跟他朋友在斯洛法克的一个脚踏车公园上骑车 他的安全帽上装置了GoPro摄影机 沿着小镜拍摄到一些可怕的画面 因为GoPro的画面太可怕 导致一些网友质疑他们是不是作假 所以他上传了5剪辑的版本 证实影片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目前还不确定这两个人 为什么仍然在这么靠近熊的地方停下来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熊当时移动阻挡他们的车道 第一 我们不是唯一的人 近期探险闹鬼荒废区是YouTube上很流行的一件事情 但是最可怕的并不是网友们在探索时会遇到鬼 听到什么怪声音 其实可怕的是当你以为那里什么人都没有时 在黑暗中却有人隐藏在里面 YouTube频道的Proper People到一个废弃的精神病院 这个精神病院位置在一个鸟布圣诞的地方 到这里必须经过一段黑暗森林和没有标志的道路 一开始他们拍摄虽然很紧张恐怖 但是没有任何怪异之处 其中一位网破碎的窗户往外拍摄外面的楼梯 他发现让他被击发凉的事情 他看到好像有人在使用手机在外四处走动 但是这个地点周围根本就没有车 也没有看到其他人 所以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决定离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铃影片不要忘记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